ło 0 Hello大家好又是我啦 今天就跟大家試玩為手機遊戲 皇逆群俠轉 online 這個遊戲因為我看到它是有點金融的感覺 我忍不住download來玩 事不宜遲 我就馬上選個surf包進來玩 現在兩個surf包已經爆了 陳松義和一個大堂雙龍柱 我們就選個福與番雲 好像是調軟了 我們進入遊戲 有故事可以看 我們在玩手機遊戲 還是在玩耳耳遊戲 靠仲和徐子玲 率領群熊 奮力與這個羽文 什麼字?羽文槍 羽文!什麼字? 勢力對狠 嘩!有詩詩龍話 好像很棒 快點我想開始玩 快點 不要看鏡頭 快點快點 我想打遊戲 黑色畫面 轉死拼死六明 驚命一番生死經兜之下 但仍然無法抵抗中多敵軍的攻勢 簡單來說就是不夠打 接著怎樣 一把劍掉在地上 簡單來說他就已經死了 殺死 變身的狀 天 突然進到來 砍了下來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超人的家人 OK 變身了 嘩! 故事的結局 即將扭轉 嘩! 一刻變身 連怪異都插頭 為什麼會這樣 整件事相當嫌疑 小提示 想知道現在有什麼活動的話 就開啟這個闖光門 咦!我們選人 我們選三個不同的門牌 一個是佛地 一個是道 一個是魔 當然是做魔 兩派六道 高手背出 身如鬼迷 飄忽不定 內徑強猛 空猛 我讀了 我們就選這個魔 我挺喜歡魔 特別是玩什麼武俠遊戲 玩魔是很棒的 特別是拿一支棍 拿一支棒 請輸入姓名 輸入名字 英文 英文 HIN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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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S HINS OK 完成 當然要選藍 有沒有可以收拾一下我的樣子 有沒有可以收拾一下我的樣子 好像沒那麼累 沒得收拾 好可惜 這一點 算了 展明星已經存在了 誰買了名字 HINS 加回819 8月19生日 快要生日 選擇819 應該不會撞了吧 819 OK 絕對沒問題 我們將進入這個 王翼群合轉的世界 讓我們看下去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少爺 領少 你們沒事吧 我跟他們聊天 為什麼會這樣 OK 這個地方看來有點奇怪 很奇怪 我看來我們本身不在 這個就不是我們本身交戰的地方 前面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影 究竟是誰來的呢 馬上衝過去 前面有可疑的敵人 移動 我以為是會合作遊戲 好了 我們現在走走走走走走 有什麼事發生 H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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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來說這些是相當不錯的 嘩巴 嚇一跳 打狗棒法 很厲害 我擺名是少爺 我擺名是丐幫 打狗棒法 OK 因為私放技能有什麼用 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你給我記名字 我看吧 給我記名字 不給我看 打狗棒法 全部都說打狗棒法 不要理 他不講究是什麼名字 你們是什麼人 為什麼會襲擊我們 想不到你們 我們闖到這裡 不過就到此為止 他黑手道的廣步 可以變身 變身 嘩 超人的家母 可笑 來啊 來啊 打狗棒法 打狗棒法 完全不能輸 真的完全不能輸 什麼 手軟擊殺 打狗棒法 可以輕鬆在波子上 會不會太簡單 OK 應該這個是 一開始放輕手 去實習的一個教學 所以應該是沒有可能輸 我輕鬆 擊殺這個首領 OK 有什麼事發生 好 直到來到這個廣場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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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於發生的事 感到渺茫 我立刻要尋找馬BOSS 自動任務 什麼叫自動任務 蛤 我不用動 很之重 好 好 這就自動任務 什麼都不用做 他自己走 我喜歡 明白嗎 就是有時候玩個網領遊戲 要找一些不管什麼的遊戲 要自己找一個地方找個角色 或者找個NPC 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 現在有這個自動走路的任務 不是 自動走路的系統 超棒 超喜歡 好 這樣就說了 刀負責善於連斬 劍負責軟弓 劍是軟弓 拳是善於控制 那我就用棒 棍 範圍範圍很闊 善於防禦 以慢打快 一定要選防禦 裝一支棍 OK 劍力加20 拿一支棍 整個成員好多 OK 我們自動走路 跳過任務 我們要出發這個河岸原野進行調查 確認關卡之後就立刻出發 有什麼事發生呢 OK 我們連這個遊戲還會有幫會 不過要23級 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加入這個幫會系統呢 看來有時間要等 好了 我們下一幕 就要戰鬥開始 開它自動戰鬥 什麼事啊 連自動任務已經覺得是一件很輕鬆的事 自動戰鬥又是什麼一回事啊 是不是 我不用動的 真的啊 什麼事 到底怎麼做到 到底為什麼一隻遊戲可以連自動戰鬥也有 我是完全不用看一隻遊戲 放下電話 什麼都不用做 就已經可以做一回事了 會不會太厲害啊 自動戰鬥 喂 打敗一下槍 先打敗一下槍 先打敗一下槍 先去自動戰鬥 撿一下東西 OK OK 他很固執一下 他很文室啊 嘩 吭功算啊 飄 嘩 這個上來我是仙智 做什麼啊 我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啊 這個是司機圈 司機鳴 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這麼聞讀呢 以前中原那些人 來啊來啊來啊 什麼都不用做的 我們現在也是在看電影 他幫我自動閃避 會不會太厲害 不錯啊 我覺得這些遊戲 完全適合了 我懶人啊 什麼都不用做 只看著看著看著 然後做其他事情 然後回來 咦 打完了啊 又有一關 超級輕鬆 正 自動戰鬥這個系統太大 應該有大佬打的 有可疑之人 應該的呢 既然這樣都被人發現了 你們就不要想在我手裡走掉 這個叫血影刺客 OK 我們使用這個自動戰鬥 會有什麼事發生 他可不可以輕鬆幫我殺死大佬呢 而不需要我的操作之下 讓我們現在 即便 看一看 OK 現在是我沒有操作過 OK 究竟他可以怎樣 是可以無視了大佬 站著跟大佬打的 而且大佬是完全 咦 後面有顆肉 紅色的顆是什麼 先撿掉 剛剛紅色的顆應該是會出肉的 嘩 這個自動戰鬥這個系統實在太大 太厲害 OK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副本 太厲害了 然後他去哪 這個河水已經被下毒了 OMG 一定被人下毒了 告訴你 怎樣算好 有沒有過濾器 咦 躺關完成 我得三星評價 可以翻牌三次 我們翻牌 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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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們差一點點 這個元寶 好啊 我們選了這三個 真的相當少錢 還有呢 我們首次三張獎勵 他送了一雙鞋給我們 哎呀 走了 走了 先穿這雙鞋 有裝備沒理由不穿 不過真的太神奇 這個自動戰鬥系統 超喜歡 OK 最重要是不會日慈慾上線 可以取更多的登入獎勵 恭喜升級 耶 我們離開這個下面 喂 沒事嘛 獎勵 有什麼獎勵 又升了level 會不會升得太快 有個沒有學殘寬 有什麼用 有好的裝備都要學武功 我們學武功 我們學武功 我們學軍的 升級 這個叫鳥魚棒法 第二隻叫做 中魂天光 嘩 不是打個棒法嗎 打個棒法在那邊 武器升級 OK 再跟他聊天 不跟他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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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獎勵的部分 我們又升了level 5level 就跳失level 是怎麼回事 我不想跟他求助我 你讓我看看獎勵的部分 不要啊 不要啊 他不受控制 這個自動任務 當你按這個按鈕 他就不能停 他會自己 一定要完成的任務 為止 OK 我們先 skip一下 我想看獎勵的部分 不可以 讓我看看獎勵的部分 我們升了兩level 我們突然變成高手 咦 我們有個什麼事 剛剛那個女人 我們可以用 是吧 加入了我的隊伍 OK 我們有幫 有幫 招募 先招募 有一個support型 來的 守衛高手 OK 好緊張 本次免費 我抽 五星 最厲害的 誰 除靈 一星 一星 一星就是廢 是不是 玩了 一星不是廢 十抽必得 二星還二星 這個也是一星 就是除靈廢 不可以這樣 不開心 這個廢 這也是我的 我真的不開心 這個都兩星 你給我一星 NO OK 我們現在要解讀 用來河水 因為被不明人試下毒 我們直接找方法 去解決河水的毒 OK 我們現在要找這個神木 我們現在要去找這個神木樹 來解決這個河水下毒方法 其實這個遊戲 我想要試玩的都試到這麼多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 簡單來說總結一點 就是有點方便 方便在於 有時候你不用玩的時候 它有一個自動戰鬥系統 除了戰鬥系統之外 還有一個自動任務完成 簡單來說就是 什麼都是自動的 你什麼都不用搞 就已經很方便 就可以完成一個遊戲 我想暫時操作 上面難度都不是很高 整體上面 都是很有以前的 叫做 武俠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玩金融 相反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都容易代入 但是 我發覺 它的名字真的很難讀 很難讀 我真的不太懂得讀 真的很失敗 OK今天這個遊戲 試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 有什麼想說的 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面簡介 那裡還有個遊戲的官網 如果大家喜歡玩這個遊戲的話 就在下面選個官網 去看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各位 拜拜